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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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為什麼會特別喜歡紅色 因為我個人是很喜悅 很開心 包括我買的日記本也會紅色的皮 那這個紅色橘色金色都是很燦爛 很快樂 所以我很多畫都會有紅色 這個是我對紅色的感覺了 很快樂 當我要畫畫的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很多景象 那出現很多景象的時候呢 例如說我要畫樓下那個喜樂 我其實已經一個月 在我的腦海裡面 就一直有那個喜樂的景象 怎麼老是一直出來呢 一直出來 叫喜樂 畫好以後呢 我就很開心 從開始畫到完成 我一直在那種喜樂的感覺中度過 所以呢 這幅畫呢 我叫它喜樂 因為我也非常喜歡 好 好 二 三 好 OK 好 你看看 當我在畫的時候 那就有一股力量 它就會帶著我說 這個地方多一點 這個地方少一點 那就很自然了 秋天給我的感覺呢 就是滿興奮的 那秋天就可以穿兩件 那我又很愛穿衣服 所以呢 欸 秋天到了就很興奮 但是對於某些人 秋天就秋天嘛 秋天有什麼特別興奮的呢 所以每個人對事情的看法 跟感受是不同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改變人家對秋天的看法 而且這個是沒有必要的 自己去好好體會秋天的來臨 比你要去改變人家重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